好了 刚才看完了这些导师的故事之后呢 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事情 因为最近除了这个选秀节目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我们音乐风云榜的暑期小VJ呢 也进入到了十进六的紧张进程了 想要成为我们未来的这个主播 当然是要经历各方面的考验以及挑战了 那这次他们又会遇到哪一些难题 或者说当中又发生了哪些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马上带大家去看一下 第一组登场的选手就是才艺多多的王广宏和专业配音演员程宇 这两位选手在舞台上可都是不留余地 竞选个人风采的类型 但今天他们既是对手又是合作伙伴 面对如此强势的队友威胁 两人会作何反应呢 我不太想跟王广宏一组 因为他有点太自我了 不够真诚 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的态度还是很真诚的 我个人不太喜欢吃到 因为我个人比较准吃 虽然说做主持啊就确实迟到总是不太好 但是今天状态不好就画这也不会是画卖也不会是 这次两人采访的对象是RTA组合 王广宏曾经和他们参加过同一个比赛 所以和其中几名成员的关系非常好 这也让程宇从开始就有了处于下风的感觉 音乐音乐而动听大家好我们是音乐风云榜的暑期VG10枪选手 我是广宏 今天我们请到了乐坛的新鲜力量 他们年少出道如同出生的太阳 我们欢迎RTA组合 大家好我们是RTA 好久不见了 真的恭喜你们发了最新的专辑 未来制造工厂 那么你们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什么呢 正如我们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叫做未来制造工厂 如果你拿到了我们专辑CD版的封面 就可以看到是四个 其实差一点就裸着上身的那个照片 那你们这首主打歌 这位同学要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他要说的其实还是找顾鸣吧 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或者是曾经的同学 听到这首歌都能找到顾鸣说 就说的是我们以前读书那回事 就等着听这个呢 读书那回事就是恋爱之前小小的暧昧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所以唱这首歌心里拿那种形象去找的吗 就有没有你们心目中的那位同学 特别同学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对象什么的 虽然我希望有 但是这可能要几年以后吧 听完这一段我们广大的粉丝 你才听到是对了 朱恩斌的舞蹈非常好对不对 我会跳就跳 对啊 我不会跳舞啊 而且我知道 看得到 好了 好 这也就说